因為我大學在胡偉嘛 然後研究所才到師大 那我覺得到師大後就是 他們的訓練非常的規律 然後強度也非常高 所以我覺得台北在師大這兩年 學到非常多的東西 在我的國家 人們會比較強勁 這裡有很多 人們 有很多競爭 比台灣 他們很快 他們可以射撃 和全部 都花了很多 這類型的感覺 可能很多基本動作吧 因為運球 可能就是一直 我過去比較 我的缺點吧 那一直加強我的運球 還有一些投籃 還有一些前鋒的腳步 一些動作 目前都是 可能有時候跟著師大訓練 或是會找個人訓練師 那基本上都是在自主訓練 就是像我們保利金 我們球隊有一些SBL學長 或是打過職業的學長 我都會跟他們請教 或是 之前也有 我在台北也有遇到一些 可能是師大學長 或是教練 都會問他們 都會請教他們的意見 我的家庭 我家庭 都會繼續支持 我 都會繼續支持 我 都會繼續支持 如果想要 成為 一個人 你知道嗎 是 不容易 你 我 也沒有說 我一定要狀元 或是怎麼樣 就是 反正上場就是做好自己該做的東西 平常心包也沒有想太多 對啊 就看 跟教練團 或是跟家人 或是跟經紀公司他們評估 看哪邊比較適合我 對啊 我只會繼續練習 每天 都會期待 為止 讓我知道 哪裡 我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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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都知道 哪裡 我會去 我會選擇 你會看到 你會看到 你會覺得 你會覺得 沒有 我會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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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 幫助我 所以 我會覺得 你會選擇 你就不會學到 你會選擇 我 能選擇